上周台北市发生一件骇人听闻 震惊全国各界的校园割喉事件 导致全国学童和家长人形惶惶 台南市为了防止诸侯再度发生类似案件 美金党台南市议员赖会员陈宜珍 仅是上午于市议会召开记者会 邀请警察局、教育局、社会局等市政单位列席 针对台南各校园安全也拟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赖会员议员表示 今天我们是针对校园安全的一个维护 然后校园安全的一个盘点 我跟陈宜珍议员我们一起共同来召开 这一个记者会 那事实上就是从我们北投文化国小 这一个刘姓小妹妹 从各河案发生了以后 其实基本上大家对很多家长 对校园的安全都是高度的重视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就是说沿我们台南市的272艘国中小学里头 竟然有接近200所的学校 其实是没有警卫的 是没有警卫的 这个牵涉到就是我们学生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教育局要赶快前面盘点 就是说尤其在沿台南县的部分 它的监视器 就是学校的监视器 其实很多监视器是已经损坏了 那没有办法维修 社会局主任秘书刘启聪表示 目前社会局希望可以通过教育局主导的校园安全 警察局主导的城市安全外 可否透过全市七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来宣导 并进社区巡守队的力量建构安全校园服务网 陈寅珍议员表示 我想针对这个校园安全问题 我想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也担心 那尤其像在原台南市 虽然我们的学校是有校警 那原台南县居然是完全都没有校警的编列 那台南市有校警 可是呢因为经费的关系 有的学校请一个 有的学校请两个 但是他要去从外面去募集家长会 还有老师帮忙出钱才可以请两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学校的保护是非常的不同 那而且我们也听到说 现在好像只要这个校警65岁以后 那教育局就不会支应相关的经费 那造成大家也觉得这个校园安全 真的是会拉警报 所以我们要求教育局应该 学学我们的台北市 应该要去制定这个校警人员管理知识条例 然后让校园安全维护的经费 跟校园经费的编列 能够制度化 让校园的安全能够做得更有保障 代会员陈宜珍议员呼吁 现行除了加强各校园的安全维护外 还得加强每位师生的陌生人安全意识 或者提供每位学生安全器材来保护自己 让学童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下学 接着洪俊庭台南报道